CNN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 随着副总统贺锦丽的支持率直线下降 她在白宫内部也逐渐被边缘化 报道称 作为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 贺锦丽对于自己没有得到拜登的重用感到沮丧 CNN基于对30名内部人士的采访报道称 尽管拜登和贺锦丽在公开场合表现和睦 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正常 已经达到了精疲力尽的僵局 报道称 在总统通常会将副总统作为潜在接班人而重用的时候 拜登却将贺锦丽当作累赘而冷落在一旁 CNN指出 贺锦丽一落千丈的民调支持率 以及民主党的基本盘似乎正在放弃她 使得她越来越多的被推到无关紧要的工作岗位上 并且被排除在关键会议之外 知情人士称 作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也是首位少数族裔女性副总统 贺锦丽在多次陷入舆论风口冷尖时 没有得到白宫的支持 她也变得越来越沮丧 一名知情人士 以白宫为交通部长布蒂甲齐修陪产家辩护举例 她表示 白宫费了这么多精力给一名白人男性辩护 却让贺锦丽在将近一年时间里 待白宫承受了许多非议之后 事情就变得明朗了 布蒂甲齐是贺锦丽在下届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中的潜在挑战者之一 但是一些白宫内部人士却坚称贺锦丽之所以被疏远 是她自己的一系列失误和问题造成的 而拜登并不想被牵扯其中 知情人士称 拜登政府对贺锦丽处理边境危机的方式尤其不满 包括她在被问及此事时的轻浮反应 边境危机也并未得到缓解 边境人权网络执行主任加西亚告诉CNN 她原本对贺锦丽即将采取的行动持乐观态度 但是她反而消失了 加西亚表示 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推动更好的移民政策的实质性信息 我们没有看到她的领导力 加州副州长库纳拉基斯则为自己的老朋友辩护 她证实贺锦丽对自己不被重用而感到沮丧 库纳拉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这些了解她的人都知道 她的能力远远超出她目前被要求做的 很自然这就造成了挫败感 CNN的报道发布之后 白宫发言人普沙基在推特上为贺锦丽辩护 她写道 给任何需要听的人 副总统不仅是总统的重要合作伙伴 也是一位勇敢的领导人 她承担了美国面临的关键重要挑战 从投票权到解决移民的根本原因 再到扩大宽带 贺锦丽的发言人桑德斯 也在推特上发表声明对CNN的报道进行抨击 她表示 不幸的是在贺锦丽对法国进行卓有成效的访问之后 在我们重申了与美国最古老盟友的关系 并且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之后 在一项历史性的将创造就业机会 并且加强我们的社区的两党基建法案通过之后 一些媒体关注的是八卦 而不是总统和副总统所取得的成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